比赛来到第二局 本家比赛是中国网球公开赛 郑清文对阵波多罗斯卡 郑清文是拿下了第一局 第一局打得非常出色 第二局是对方的发球局 郑清文两个揭发都出现了失误 看来波多罗斯卡的发球还不错 他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66位 波多罗斯卡的制胜分 这样的话波多罗斯卡是拿下了第二局 一比一 继续来观看第三局 郑清文的发球局 一发外角 可惜没有发近 但是速度非常快 阿发降低了一下质量 保证个成功率 又是连续的多拍 波多罗斯卡呢 还是通过落点的变化 来调动到郑清文 一发还是没进 阿发下网 这样的话 郑清文出现了 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双目 这种情况对郑清文来讲 也是很少限 连续三个发球都出现了问题 郑清文还是要快速调整 40比0 这样的话 波多罗斯卡这局 大比分领先 拿到了破发点 看郑清文能不能成功 成功爆发 高质量的发球 郑清文是连续两分 30比40 还有机会 漂亮 往前的绝肌 放了一个小球 这样的话 郑清文追点了 落后三个破发点 郑清文是完全不慌啊 强势的追回来 发球的质量有了提升 一发还是想发中路 一发还是想发中路 太可惜了 在这局已经出现了两个双五 波多罗斯卡再次拿到破发点 一发外角失误 其实现在郑清文应该保证一下 发球的成功率 二发强势得分 一发错区 一发错区 郑清文顶住 好球 机会来了 重复落点 哇 太可惜了 回球出去 波多罗斯卡拿到了第四个破发点 的孩子 的孩子 我们在学会 双十多年